我的国庆怎么过? 看看你和我一不一样 大概九月底的时候就开始预热 有的人开始抢回家的车票 有的人抢旅游的门票 那阵仗和过年实在没什么区别 大家好,我是小林同学 国庆第一天,看阅兵仪式 就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时刻 可惜了,今年没有 国庆节阅兵式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 2019年举行国庆70周年大阅兵 距离下一次阅兵仪式2024年,还有三年 阅兵仪式上不仅能看到国家繁荣昌盛 还能看到梦中的理想型 英姿飒爽的小姐姐让多少男人无法忘却 而我小林也不例外 三年后我就能在阅兵仪式里选一个帅气的未婚夫了 光是想想就特别期待 三年也是值得的 阅兵仪式不是年年有 但是亲友相聚可不会缺席 通常在国庆一到三号这三天最为频繁 亲戚朋友千里来相会都要见一见 这回参加哪个堂姐的婚礼 第二天哪个亲戚伤孩子了要办满月酒 爸爸妈妈的同学会卡拉OK常常爆满 五湖四海的亲戚齐聚一堂 胡吃还喝 你说这场景和过年有什么区别 还是有的 毕竟国庆里收不到压岁钱 只有到了第四天 才是真正属于我的私人独家时刻 比起出去看人山人海里的景点 吃着比平时贵几倍价格的景点餐时 我还是选择拥抱珍贵的电子产品自由和外卖自由 打开游戏 电视剧 躺在松软的沙发上 小灵战士出动 必定是决战到天亮 在连续两天的放肆后 我的假期也逐渐迎来了尾声 大概在第六天 我一个阳光的女孩子 突然开始情绪低落 心慌意乱 无缘无故发脾气 浑身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 失眠 头痛 胃痛 等躯体不适症状 我恐怕是又患上了开学恐惧症 唉 这一天吃饭也是没前几天香了 暑假作业写了吗 总是出现在我的脑袋 然后被我用意念反复删除 最后我用我的无动于衷取得了战士性胜利 第七天 我来了一场告别发布会 再见了马桶 我要去蹲坑了 再见了手机 我要与你分别了 再见了胡吃海喝 我又要吃饭糖了 再见了舒适大床房 我要去牢房了 再见了宅女生活 我要去做广播体操了 此时此刻 翻开我的国庆作业 我 陈晓琳 一页 一支笔 给世界一个奇迹 做了一页 结果一页只做了一页 清晨 作业终于被我写完了 10月8号 国庆后的开学第一天 写完作业的我有了新的目标 等待寒假 哈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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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